那个铁人老师这都七十了 依然在这个影视圈在这么活跃 依然在奉献着他的艺术的这种青春 所以我向你学习 在你这个年龄 我如果还能向你这么棒的身体 这么开心的这个状态 我就是满足了 摘摘起来没毛病 在这个地方摘摘起来动起来 动起来就没毛病 当年那个时候你们俩认识的时候 相当于您还没有什么绝呢是吗 我们都没绝 都没绝 我们都啥也不是 你都没绝 你干嘛着急的给他往外送啊 不不不 我总觉得吧 摘起来都是北漂大军内的 说句心里话都很不容易 能帮忙既能帮忙 我就本着这个人 说句心里话 背着照片 来导演看这行不行 那再跑那种看他这个 我不行快有行的 对对对 其实这节目坐着坐着 后来发现 我们这个节目真的就是一个 寻找曾经的那份恩情的节目 对对对 几乎每一个人来了都能讲起来 当年不是你帮过他 就是他帮过你 是 我给铁人老师打电话 人家在当地组织最大的活动 就今天 就今天 是 铁人说要是里面的事 那我就想办法推一把 我活动往后挪 没错 谢谢老哥 没错 今天是他那个正日子 对对 就刚刚好 感谢感谢 昨天飞过来 我说李明 我说必须听 王老婆打电话 我说我必须来 感谢感谢感谢 他看你这 感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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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李明老师会不会觉得今天很感动 对很感动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 他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他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代数南极洲的企鹅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历史发展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语文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